感谢观看,远观看此士兵的您,永远健康,幸福,快乐。 以色列有人问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制衡各方的代理人模,虽然以色列与美国关系非常密切,但是以色列不是美国代理人,本期仪式明哥斯加历史,说说以色列的建国,以色列国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物。 1896年,中欧的区的奥兄弟国犹太裔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发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号召全世界犹太人回归国土,向巴勒斯坦的区移民,恢复本民族的生活方式。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复国的点的选择一开始就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和强烈的直向性,巴勒斯坦这个个区被犹太人称为迦南美帝,迦南的西伯兰语言意思是海边滴地,这块滴地,大致相当于今日以色列。 西安约旦河和加沙,加上邻近的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领海部分,耶路撒冷历史上犹太民族曾在这里建立过以色列王国,把这里的耶路撒冷作为犹太郊的圣地。 在1904年到1914年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推动了第二次回归浪潮,约有四末名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区定居。 1909年,一批犹太移民为逃避巴勒斯坦的区的古老的港口城市,雅法昂贵的房价,来到雅法北郊,克拉维夫的起源。 1909年4月11日,大约100名犹太人共同出资购买料雅法北郊4000多平米的沙丘,后来这里成为料以色列的第二大城市,克拉维夫的起源。 克拉维夫在西伯来语中的含义是春天的小秋,亲自劳动成料由泰人,实现复国的必由之路,约有通过在耶色列土地上身体力行的劳动,才能治愈和进化由泰人回归祖国的心灵。 1909年底至1910年初,受乌托邦集体农庄思想的强烈影响,巴勒斯坦第一个基布茨,营角克武查的基布茨成力量,以色列基布茨成人劳动由泰富国主义,首先被富有殖民经验的英国所利用。 犹太富国主义者则成为其大国博弈的战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加入同盟国,英国随即吞并埃及和苏丹,染指巴勒斯坦的区,中东的区英国殖民军队面,对英国与法国殖民军队进入中东的区,同盟国也采取料反制措施。 同盟国的德国在中东的区的谍报网立即利用当地的阿拉伯部落的宗教情节,掀起料阿拉伯部落反抗西方殖民军队的各种武装暴动,以在欧洲战场无瑕抽出再次感谢,喜欢的可以订阅哦,感激。